两个抠松女生哈尔滨自由行五天花费了3100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要是12月底来的 可以再去冰雪大世界 提前来是看不到冰雪王国的 不过巨资打造的冰雪王国真的非常壮观 门票大概是290 第四天早上去道理区坐大巴车去雪香 一个人是120 到雪香后就可以漫步雪晕大街 观景战岛 看雪模布 还能给远方亲戚寄明信片 晚上可以参加年位十足的篝火晚会 万人蹦迪以及花车巡游 雪香门票是120 然后待一天一晚消费在700左右 第五天早上找老板借水玩泼水成冰 再去爬雪山 看美丽雪景 总算体会到雪漫过膝盖的感觉了 然后就返程回家了 温馨提示 大家一定要做好保暖 室内室外温差特别大 要是对你有帮助 可以点赞收藏 谢谢大家